在最近你是不是常常聽說做這個NFT很輕鬆 那些3D的藝術品看起來都好美好屌 但是自己都不會做 那你會想那我就找人代工就好了啊 你知道這個代工費啊 動不動就要上萬元 但是你知道嗎 在市面上也有個免費的軟體可以使用 今天我將告訴你們這個軟體的操作 並且你看完這部影片 你就能夠快速的產出自己的3D藝術作品 嗨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收看我這個Alan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呢是分享關於這個自媒體的3D製作啊 影視製作以及我們影視公司的這個幕後花絮 如果你想當個免費仔的話 或許更多資源記得要訂閱 並且開啟這個小鈴鐺 今天就要來分享一個完全免費 而且可以商用的3D軟體 Blender為什麼是Blender呢 因為這個軟體啊 是現在在市面上面唯一一個免費 並且可以做商業用途的3D軟體 還有附帶這個開源可以讓創作者們自己開發 除此之外 Blender還有各大公司的贊助 這些公司呢 就是像AMD啊 NVID啊 還有Unity啊 Adobe啊 這些行業 所以說 你覺得它香不香 是真的香 至於Blender的由來 以及要怎麼獲取呢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擊下面的這個描述欄裡面 我都會放在描述欄裡 現在就讓我們開啟這個坑 好來 現在呢 就直接進到我們這個 Blender的這個視窗 那我們打開之後會看到 就是它的一個UI 那這個UI呢 就是會顯示 譬如說 你最近用過的檔案啊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常規的設定啊 那我們直接點這個 常規 那進到常規之後呢 你會看到中間有個方塊 是它預設的 然後旁邊呢 這裡有燈光還有攝影機 那我來一一的 就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界面有哪些東西 第一個 會看到上面的這排 上面這排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有點像是我們Word上面的 譬如說你要打開興建的文字啊 或是說檔案啊 或是另存啊 然後編輯這邊就是 可以調整它的一些偏好屬性啊 其實跟一般的軟體跟介面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就把它當作是一般Word在用就好了 那你會看到呢 這邊有一排英文的工作介面 這個工作介面 我們通常稱為叫做Word Space Word Space Word Space 你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它有分比如說Layout 這個叫Layout Word Space Word Space 笑死 這個Layout就是 你在這邊看到的布局 然後Model就是建模啊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雕刻 然後再來就是UV... 這後面呢 對於新手來說之後 再慢慢的理解就好了 接下來呢 就是看一下這個右側 右側這邊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選擇的框線 就是說你要選擇 某一個物體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圈旋的這個動作 然後移動啊 然後旋轉啊 然後縮放啊 然後變換啊什麼之類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呢你想要去改 這個中間的這個 物體的話 你就是按我們的Table鍵 鍵盤上面的Table鍵 按一下 它就會轉成可以編輯的這個模式 那轉成編輯模式呢 你就可以針對它的點啊 再去做編輯啊 或者是選擇它的這裡 有一個選擇它的邊啊 或者是選擇它的面啊 都像這樣 噢 咻咻咻咻 我們這邊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編輯視窗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物體Delete 直接刪掉 這裡選擇一個添加 那添加這邊呢 就可以選擇喔 網格 網格意思就是像剛剛的那個模型啊 它的一些預設模型啊 那我們 最基本的像這個猴頭 猴子的頭 最近在NFT上面非常流行的 可以拿這個 拿這個來做造型 那像這個的話呢 就是基本的 工作介面 再來就是這邊 旁邊有一個集合 集合是什麼 是你只要呢 在這個物體上面 一個仕圖裡面 有的這個東西 它就會一樣 會顯示在這邊 右下角 譬如說我現在都有新增一些什麼 立方體啊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在這邊有一個 呃 類似像蔡丹蘭的地方給你看 然後再來呢 它的下方是什麼呢 下方是這個物體的屬性 就譬如說點這個猴子的頭 好 我移動了一下它 你會看到它的 一軸的這個移動的位置 總共移動了幾公分 然後旋轉它大概有幾度 歪一軸 縮棒也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去改變 比如說像 這個還有布料啊 然後還有粒子啊 還有攝影機啊 如果說你是有一定程度的 3D的基礎的話 這個就會很好的去做 判別 你就知道說它到底是幹嘛用的 那如果說你是完全不知道 然後想要用這個來做NFT的話 慢慢的去理解它就好了 好 我現在先開一個 那個什麼挖個 一個原神 等一下是這個嗎 這個 是不是有一點 好啦隨便 隨便啦 隨便啦 就這樣子啦 先用這個看啦 好 好 我們打開之後呢 它這裡是它的那個UV貼圖 就是說它的臉 我們上了哪些貼圖 這個是好像是原神的一個角色吧 不知道 那個 那個 同事準備給我的料 不要抹黑好嗎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拿到了這個模型 想要去做改動的時候 要怎麼改呢 我們比如說在這個仕圖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切換一下 切換到這個3D的常規仕圖 3D的常規仕圖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工作區 然後我們用滾輪的中鍵 就可以去找旋轉這個仕圖 然後按住Shift加滾輪呢 就可以去平移它 這個模型 比如說我們要做改動的時候 一樣我們按Table鍵 你就會看到它 出現了它的上面的點點啊 這個點點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 做改 可以去做移動它 比如說我們點它按Table鍵 用刷這個選群的面的模式 再讓它移動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變 還是Z照片了吧 不可以色色 反正就是它可以做這樣子的修改模型 然後呢你也可以比如說 我想要改變一下它的服裝啊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把它給刪掉 好然後我們一般的話就是 把這個模型上一個顏色 那上顏色怎麼上呢 就是在這個你點了這個物體之後呢 在旁邊這裡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渲染 然後在這個材質呢 你就可以去添加 比如說顏色啊 毛髮啊什麼混合器啊這個 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一旦我們添加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就是輸出的話 這裡有兩種渲染引擎 一個是什麼EV1 然後一個是Cycle 通常都是選Cycle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們在這個預覽視窗呢 只要點選這個佛色它就開始運算 好 就是渲染出來的品質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看到了最後 當然最後要送一下幹貨資源給大家 那就是這個Brander的燈光場景 讓你可以將自己的NFT放進去軟體後呢 不需要設定直接渲染輸出 獲得的方式非常的簡單 只要加入我們現在的社團 並且分享這次的影片 截圖在留言處 我們就會私訊給你把資源送給你啦 最後影片在這裡結束囉 喜歡的朋友記得要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並且留言 讓我知道你想問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